高度也是越高 然後如果你有一個某一個品種 未知的植物體 然後想要知道它體內合成極倍數的能力的話 那你可以拿它來跟這個標準線做參考 這樣你對應下來之後就可以評估 看合成極倍數的能力 所以像這種評估的話其實還蠻有發揮空間的 好 所以這樣接下來我們下一個那個基礎呢 就是細胞分裂數 那個最早發現呢 能會促進細胞分裂的化學物質呢 其實就是線標0 就是那個涵氮鹼鹼的線標0 所以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是那個 細胞分裂數大概都跟那個涵氮鹼鹼 或者是跟線標0有一定的相關性 就是線標0或線標0的衍生物這樣子 那不明思議就是它的名稱已經告訴你功能了 就是它會促進細胞分裂 那一般來說的話會促進細胞分裂 所以細胞分裂哪個地方比較明顯 當然是分生組織 所以主要是像牙這個地方 牙這邊的分生組織的這個細胞分裂呢 那就跟這個細胞分裂數息息相關 好 那這樣大概就好像沒了 反正就是促進這個分生組織細胞分裂了 可是後來發揮 除了促進那個分生組織細胞分裂之外 上次好像有提到 如果你在組織培養的時候 跟那個 症狼素 去做適當的濃度搭配的話 我們可以把一個 原本取出來那個細胞數目不是很多的那個分生組織 然後能讓它從一團小細胞團 長成一團的大細胞團 那不同的濃度的搭配會引起不同的這個效果 然後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想要那個分生組織發展 就是細胞樹木增加 那這個增加過程它長出來的東西 我們一般把它叫做遇上組織 你看那個 有一些樹木那個樹幹受傷 受傷之後後來長一個樹瘤有沒有 那種東西叫遇上組織 所以就是那個分生組織被受到刺激 受到適當濃度的IAVA跟那個細胞分類素刺激的時候 它就長成遇上組織 好 那可是我們的目標不是要一團細胞 我們的目標通常是希望能夠得到一個健全的這個植物體 那所以接下來的嘗試裡面就發現 這個特定的比例呢 比如說那個IAVA生長素濃度偏高的時候呢 這一團細胞呢 它會發根 但是不會長牙 有了牙才會有枝條跟葉子 好 那如果你現在呢 那個細胞分裂素的比例偏高 然後那個生脈素的濃度偏低 那那是長牙 它那是沒有長痕 反正這些結果通通 正常來講通常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希望的就是一個正常的小苗 有牙然後有痕這樣子 而且還希望呢 這個分生組織呢 細胞是越長越多 所以呢我可能就是從那個當初很麻煩的的時候呢 去把某一個植物的牙切下來 然後呢經過很繁複的殺菌的手續 然後呢 終於得到那個分生組織 然後希望這個分生組織可以一直養下去 這樣子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所以這個是 一般他們在做那個組織培養的時候 就是第一 希望分生組織的細胞速度可以增加 第二 這些細胞呢 是受到適當的刺激 然後可以發育成那個正常的幼鳥 然後那個正常的幼鳥 上次好像站過 切回去了 好 發育成正常的幼鳥 然後 所以 如果你只長牙 那就缺根 這樣不行 只長根 沒有牙 也很怪 對不對 所以 有一種就是說 你繼續試下去 總是可能會有試到某一個濃度呢 它會同時刺激長牙跟長根 這樣試下去 有時候可能會沒完沒了 因為你要找到那個濃度 因為濃度的 小小的這個人為的 配的那個誤差 那可能就差別的大 所以這樣試下去也就是 沒完沒了 所以後來有一些比較簡便的方法 就是呢 比如說我已經確定了 假設這個濃度的組合 就是可以刺激細胞數目增加 好 我也就分第一個步驟 先用這個一個培養機 然後呢 它的功能是指刺激細胞數目增加 然後接下來呢 再換到另外一個培養機 另外一個培養機呢 可以刺激它長牙 好 它就先長牙 那沒關係 沒有根 然後呢 等它那個牙長出來之後呢 我再把它換到另外一個環境 然後呢 它會刺激它長根 就分步驟來 因為我這樣雖然很多說 就是可能要分成三段的這個培養 那總比我花了很多的功夫 然後還不見得能夠找到那個 適當的IAA 跟細胞分類數的這個比例 然後還要來好一點 這樣OK齁 好 所以組織培養基本上呢 如果用這樣的方式來看的話 只是上次有看到那個組織培養的瓶子 組織培養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 如果你用這個方式的話呢 可以做大量的這個 這個無菌的這個培養 那你因為這個過程當中 你是圈取一次某一個分生組織 然後所以大量分裂來 所以你可以把焦點專心的就放在就是說 可以看一個良好的環境 比如說你調控的無分濕固 適當的光照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 像一般蘭花品種 或者是一些高級的這個作物的話 包括像木瓜 木瓜的話 現在其實比較麻煩的是 一般正常的田田栽培啊 常常都會受到那個輪點病 你看木瓜那個那個皮的 表面不是黑斑那種有沒有 那會影響那個賣相 對不對 就直接影響到價格 所以 他們現在就是希望說 木瓜苗可不可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先在那個無聚母體裡面 就是組織培養的方式先培育出來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再把它等到那個小苗長大之後 把它移到那個溫室裡面去 所以 整個從幼苗 到整個種植的這個過程當中 都在一個比較良好控管的環境之下 那這樣培育出來的那個木瓜的品質 應該會比較好 這樣的話 其實如果用這個方式的話 要外銷相對來講 就容易多了 因為如果你連農藥都能夠 比較有效控管的話 所以台灣的農業池 可能終究還是要走向這個 因為如果你還是用一般 那種傳統的方式 像現在 跟風帶來 就是很多人叫溫蛋 是不是 那溫蛋有看到新聞 然後那個市價好像也有看到新聞 對不對 那學校是那個什麼 那裡跟玉蘭花 看到嗎 粉風一吹 對不對 鞋子快掉過 有沒有看過 很慘耶 那幾顆 好 好 所以組織培養的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用這樣的人為的方法 去做無性的繁殖 然後繁殖出來的 幼苗的品質又很好 這樣子 所以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想要去改變這個植物的遺傳的話 我們可以取它的細胞 然後去做基改 你看 所以如果你把基改的技術再加進來的時候 那你培育出來的幼苗就是一個基改的幼苗 這樣可以分解嗎 所以現在的組織培養 其實真的已經很多情況之下 不是單純只做組織培養 它又搭配其他的生物技術進來 那這樣的話 又可以把這個產業的技術層面再多的提高 那當然基改植物重不重 又有一些討論的空間 但是就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現在以往的組織培養 事實上真的幫台灣的農業 比如說像蘭花產業 帶來的其實非常大的這個商機 台灣蘭業的資本上能夠發展得起來 組織培養絕對功夫可摸 那以前上次有沒有提到那個基建年的例子 有沒有 有沒有提到那個蘭花的例子 所以你去想像一下 就是你只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對象去切入 所以 如果不往這個方向走的話 說真的 台灣的農業我覺得真的 應該知道台灣有很多 那個不錯的農作物品種 被偷偷帶到那邊去 然後 然後再回來 可能將來有機會會再回來台灣的話 那個對台灣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這樣知道嗎 那個大陸在種農 那個很多年前去大陸旅遊 我就看到一個新聞 這新聞是什麼呢 因為前陣子台灣也發生過 他就 無效的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專門賣那個 那個幼苗 那個種苗的那個廠商 然後他就去跟農民推銷 他推銷對象是縣 大縣那種的 然後他就去推銷說 就是你們跟我買這個總條 然後到時候收成了兩年或三年 收成之後 我保證收購價格 應該經過這種小段 台東那邊之前有發生過那個有一個薑 做薑黃的那個 有發生過相同的事情 然後他那個是 就是 一推銷出去之後幾十公頃 然後種什麼 仙人掌 有一種可吃的仙人掌 這樣子 然後結果呢 那是整個縣 然後那個 因為好像有那種什麼 政治力的介入 他不是那種黨部的那叫什麼 書記 然後就介入了 然後所以就開始跟那個農民 大幅度的推銷 那種種類可能有拿到好處還是怎樣 所以他那個栽培面積 我忘記數字但是很誇張 就是感覺像是 以那個什麼 中部兩三個縣市 投入的那種程度這樣子 然後最後 終於要到收成的時候呢 人不見了 那是 栽種下去 然後呢 問題是後來呢 真的要換的時候 根本就找不到 那個副主要幫你銷售的人 所以最後就放不到他爛掉這樣子 所以你想像他們那種栽培面積啊 就是 只要兩三年耶 就可以馬上推到那麼大 這個只要有一些 就是幫忙助推的這種 這個政府的力量的話 事實上其實很可怕的 所以像台灣的話 已經知道了 像那種什麼山椒啊 然後 我們家的葡萄啊 等等那種 其實早就有一些人 就偷偷把那個品種就帶過去 他說那個真的種起來的話 應該還蠻可怕的 所以台灣的農業也真的要升級 但是台灣的農業也真的可以做 好 所以組織培養這個技術 就是加錢去玩一玩這樣子 我們把它當作一個技術學習來 這樣有一些可能會得到 好 然後上次在講那個生長技術的時候 有提到 生長技術會造成頂端優勢的現象 就是頂牙的發展會比側牙來的好很多 然後維持整個植物的生長趨勢 是往上發展為主 側邊發展為輔 這個叫頂端優勢的現象 那你要把那個頂端優勢給去除的話 破壞性的辦法就是把頂牙給減掉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說那個茶樹 茶樹的話 就越勤勞摘頂牙越好 因為你每摘一個頂牙 可能可以換好幾個側牙這樣子 好 可是要那個 增加那個 破除那個頂端優勢 有沒有一些非破壞性的方法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發現 細胞分裂素 因為它會促進那個分生組織的發育 所以你只要對側牙 適用細胞分裂素的話 就可以讓側牙開始發育了 所以這是非破壞性的方法 當然這個對農民來講 你多會用啊 因為我摘 比如說你看 我如果以茶葉的採收來說的話 我摘一個頂牙 然後沒多久之後呢 它側牙開始發育 對不對 所以我這次有採到 我現在還可以採更多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方法 我幹嘛要去使用那個細胞分裂素 所以對農民來說的話 這個額外增加成本 不見得很實際的 其實他們不會用 但是有這個現象在就是了 那目前懷疑它的合成部位呢 可能是在跟監證 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它的孕膚管道很久 可能是透過木質部 那另外還有一個更大膽的推論 他們認為像我們學校 那個這樣 禮拜天 我記得我進來一下 拿它的東西 然後就發現那個倒掉了 你看我們那個大王椰子樹下 種的那一排 那個粉紅蜂苓木 有沒有 倒掉了 你會發現那個根 那個地上已經快長到 快將近一層樓 地下的根才多剩 你看那個有幾顆的深度只有這樣子 那是沒辦法 因為它是承插的 承插的植物體 它的根通常不會很廣很壯 所以那個只要當初中的不扎實的話 大概現在就像這樣倒了 如果根不是斷的很離譜 把它扶正看有沒有機會再活下來 所以你仔細看那個台 從來會倒的 底下根根系 佔的比例太低 就很容易倒 這是一個不平衡 那他們認為 一顆植物如果是健全的發展 那個地上部跟地下部 應該有一個良好的平衡比例 比如說你騎馬 這是地上部佔60% 地下部佔40% 那有一些植物甚至是地下部佔70% 地上部佔30%的那種 這個都有可能 所以每一個植物在演化上 應該在地上部跟地下部 有發展出一個平衡關係 這個平衡關係 可能就是透過生長數 跟起爆分裂數來維持的 那另外一個很神奇的 但是目前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功效就是 就知道了這個現象 他們曾經把那個 那個葉子老化快要掉落 已經變黃了 可以預測 就是沒多久之後 這個葉片應該會掉落的 然後結果就把這個 即將脫落的這個葉片 開始噴那個細胞分裂數 噴一噴之後 這個葉片回春 就變成聖綠色 然後就繼續活得很好 可以想像嗎 這個很夢幻 跟那個極背樹一樣 極背樹對某些 好 的人 是一個科技 老實說不可期待 就是有夢幻到 但是事實上沒辦法使用 就是可以改善身高 對不對 這個可以改善青春 但是對人是沒有效的 因為這是植物叫做癢膜 所以對人是沒有效的 好 可是這個保鮮 保持細胞的年輕 後來發現有用在一個地方 這很奇怪 我也不瞭解 可是後來沒去查 就是那個菇 我們一般都覺得 種菇應該不太需要什麼農藥 可以理解嗎 對不對 你都已經種在 看到種菇吧 就是那個菇療 對不對 都已經算是隔絕環境了 所以種出來那個菇 應該沒什麼特別農藥的問題 結果後來才發現 有一些菇他們都採收到運送 那個中間的運送過程 為了要維持那個菇的鮮度 然後他們真的是會用農藥 那個農藥竟然是細胞分裂素 為什麼是植物的 或我們用在菇下面 會不了解 但是據說這樣是有效的就是 所以如果你買那個 那個 那個新鮮包裝的那種菇 基本上可能買來之後 還是稍微洗一下 比較安全 你不知道哪一種的成品 有用過農藥 所以菇還是有農藥殘留 後來才發現原來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 為什麼要用 不知道可是有效 然後就是 那我們知道細胞分裂素 會怎樣 吃到細胞分裂素 不會怎樣啊 就是中毒啊 因為很多很多都是 可能啊 我可能保證一定會中毒 因為很多技術現在都是用化工合成的 那化工合成 因為我們修改過它的化學結構 所以這些東西進入人體之後 到底人體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那個反應有兩個情況 一個是磁 就不管量多少都是有農 這樣子 那另外一種情況是 微量無所謂 但過量有農 這樣可以理解嗎 因為化工做出來的化學 有時候那個結構很複雜 複雜到那個人體就沒有辦法 真存代謝掉這樣子 所以那可能就會變成人體的負擔 好 所以接下來 這個功能就單純多了 就是乙溪 乙溪的化現呢 其實 通常跟一個現象有關係 就是老化 所以兩個字 其實就搞定了 可是植物體的老化過程當中 有幾個比較指標性 馬上看得到的事實 就是葉子會脫落 果實成熟的時候會脫落 然後花盛開之後 會雕尾會脫落 會掉下來 好 這個過程當中 一致性的共同現象 就是 拿一片葉子來說的話 這片葉子 要從那個植物體 掉下來的時候 它會在葉餅肌部 靠近金這個地方 有沒有 你看那個大王椰子 差不多就一圈一圈 有沒有 那一圈一圈的地方 就是它當初那個葉竅 有沒有 固定的點嘛 對不對 然後後來脫落之後呢 它就在金的表面 就留下一個橫跡 那個橫跡叫葉橫 好 就是葉餅或葉竅 但直接主要是葉竅嘛 那 所以這些構造脫落的時候 在金上面留下的橫跡 叫葉橫 葉橫的那個地方 就是結的位置 你看 靠除像 有些植物像竹子 竹子 你不用等它葉子脫落的 因為竹子本身 它那個結 那個構造就超級的明顯 很多植物的話 事實上我們是透過 這個地方有長葉餅 或是這個地方有發展出新的枝條 來判斷 能夠長葉子長枝條 這個地方一定是結 所以大王植子其實 它是我們是透過葉橫 來判斷這個地方有結的存在 這樣可以理解一下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每次看到那個葉餅脫落的時候 怎麼都在那個金上面 留下一個很乾淨的傷痕 葉的蠻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那個地方 因為脫落的過程當中 沒有造成那個組織的 不規則性的破損這樣子 那原來植物其實是早就設計好的 後來在組織切片裡面 就發現 在老化的部位 像葉子、果實、花 即將脫落之前 它會在這個柄 靠近金這個地方 先形成一個脆弱的斷層 我們就把這個脆弱的斷層 叫做離層 你看 所以現在 這個應該還蠻清楚的 這個切片做得很精彩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它把一些細胞 刻意分解 變成超級薄弊細胞 而且只有在這個區域出現 然後旁邊這邊呢 這邊是靠近金 這邊是健全的組織 然後右邊這邊呢 有稍微處理過 這個地方 這塊 這個是微管束 那本來這個葉柄上面的微管束 應該連過來連到金上面 所以它現在是把原本那個微管束 經過的這邊 靠近那個要形成離層這邊的微管束 通通都分解掉 讓它變成是薄皮細胞 你看 所以管子就斷掉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厚皮細胞 然後接下來再刻意安排 就是這邊集中 有一區特別脆弱的薄皮細胞 你看 那不只是這樣子 離層基本上就是一個脆弱的斷層 所以將來呢 葉子脫落的時候 就會在這個地方呢 整個撕裂開來 可是你撕裂開來的時候呢 葉子這邊是不要的 可是金這邊還在 那所以呢 它會在那個靠近金的這邊呢 再額外先形成一個保護層 比如說因為這是木本植入 所以它就形成木酸層 你看 所以到時候呢 當這片葉片的重量 或者是風吹來的時候 然後讓這個離層呢 整個撕裂開來的時候 靠近金的這邊 已經預備好一個初期的這個保護層 那之後再強化沒關係 但是我要先把那個基本的保護先做好 好 所以它就從離層這個地方裂開 那對裂開之後呢 就會再進這個地方留下一個葉痕 這個痕跡 你看 所以這一切都是設計好的 好 那以前一開始的時候 先談這個問題 離層的發現其實算很早 但是當時候就想說 那我如果 把那個快要脫落的葉子把它取下來 然後呢把它萃取 然後從那個葉子裡面殘留的成分來分析 可不可以找到一個引發那個離層的一個化學物質 你看 然後所以那時候一找找到誰 那時候竟然找到誰 離層或者離層素或者叫離酸 這個化合物 所以後來呢 他們以為 負責刺激離層的形成的化學因子 就是這個基數 所以把它命名為離層素 結果後來發現 誤解了 因為很湊巧的是 因為離層素 離層素基本上它是一個有基酸 然後它不會揮發 然後呢 一般老化的葉子 已經確定要被放棄的時候 通常它的離層素 濃度會比較高 因為這個時候 要強迫這個葉子的氣孔關閉 減少水分在這個部位的增產 所以用意本來是這個樣子 然後後來我誤以為 是這個化學物質 造成離層的產生 因為 那時候根本也不會想到這件事情 乙烯是氣體 所以它很快就會散掉 所以那時候也沒有想到 我們要去從葉子當中 去取乙烯這個東西出來 因為沒有想到會有激素是屬於揮發性的 所以就忽略了這個角色 然後後來事實證明 真的不是離層素造成離層的產生 它則是臭牆 那個老化成熟要脫落的部位 它也會有那個離層素的存在 但是它調節的是其他的生理 比如說冠病氣孔減少增散 然後降低代謝率 減少能量的浪費等等 這樣的一個用途 所以真正造成離層的其實是乙烯 所以那老化的部位當中 老化造成離層產生的這個主要的基礎就是乙烯 現在已經釐清了 不過好像後來也沒改 離層素的名字後來一直都沒有改 這個其實有點麻煩 因為每次講到這裡的時候都要澄清這段的歷史 所以離層素的名字是當典的一番誤解 所以離層的產生是由乙烯所造成的 老化的問題也是乙烯所造成的 那問題是我們每次都得等到那個 螺石成熟或者花要枯萎掉落的時候 或葉子老化要脫落的時候 才看到這種老化的現象嗎 有沒有平常就可以看到老化的現象 所以呢乾脆既然要看老化 他們用一個強烈的對比 找那個很年輕暫時都不用談老化的部位 所以幼苗 所以呢一般假設這是正常的這個幼苗生長的話 他們就發現你拿那個幼苗來 然後呢直接對他施用乙烯 然後果然這些幼苗呢 他的發育就會變得有一點跟正常的情況不太一樣 那他歸納出三個很明顯的特徵 所以把它稱為叫做三項反應 那這個項可以寫這個項也可以寫方向的項 那這是翻譯的問題 所以三項反應是什麼呢 這個用一個三句話簡單的說詞 就是一這個幼苗會變矮 不是說回去齁 就是他後來跟其他幼苗同步在發展的時候 那個正常發育的 跟他這個畸形發育的 他第一個特徵就是變矮 第二個變胖 或者變粗都可以 變矮變胖 然後呢 那個彎脖子 所以他的牙 那個牙那個地方 就會一直勾著 然後一直沒有辦法挺直 然後牙就不發育 所以變矮變胖 牙不發育 就會有這樣的停滯現象 所以後來在組織前面有這邊的附圖 後來他們把這些發育畸形的幼苗 再把它切開之後呢 發現他裡面的細胞 本來應該是很年輕的薄皮細胞 通通都提早規度老化 那個細胞壁會明顯比較厚 所以他本來應該還年輕 這個細胞壁還薄薄的 所以很大的生長空間 結果發現沒有 所以目前來說 他跟生長基數應該 因為生長基數會促進生長 對不對 那乙系基本上會促進這個老化 所以他跟那個生長基數 基本上對生長這個部分的影響 是有解看的 還記得解看這個詞嗎 那個 胰島素可以促進血糖的代謝 對不對 那生長素可以提早血糖 有沒有 這種對應的關係 我們正在解看 然後 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 這個還在 書都有提到這個關係 可是 之間的關聯性還沒有提醒 他們發現呢 通常只要生長素的濃度很高的時候 乙系的濃度就很低 那 乙系的濃度在升高的時候 通常你再去測 那個生長素的濃度是降低的 所以這兩個似乎 應該有某種關聯性 可是這個關聯性怎麼連起來 目前還沒有很清楚 所以這邊也沒辦法交代 但有時候剛剛有一個觀點就是了 所以最後一個基數呢 就是 梨 梨層素 簡稱梨素 那你要把它叫梨酸 因為它是一個有機酸 然後代號ABA 這很常用 所以那個 細胞分裂素那個CK 然後那個 極背素的GA 然後 天然生長素裡面 最常見的IAA 這些 常用的縮寫 就是稍微留意一下 那梨層素的話 後來發現 真正 比較容易出現的部位呢 通常是那些 處於休眠的 比如說種子 比如說那個 不發育的牙裡面 就有可能 還有那個 老化的葉子裡面 恰好 比較多 因為老化的葉子 我們要關閉它的氣孔 減少水分從這個地方的散失 這樣子 所以因為它 我們發現了 那個種子裡面 只要含有比較多的梨層素的話 這個種子呢 它會呈現休眠 你看 休眠的原因有很多嘛 我們講說 種子的 種皮太厚 也可能會有休眠 那個 種子的表面的膠質 也會造成休眠 它就是構造面 那 那激素這個部分的話 的影響呢 基本上 特定的種子 它是因為 梨層素濃度太高 所以你可能要等 等到它那個梨層素 慢慢的被分解掉 所以濃度降低之後 才會啟動 種子的發芽過程 所以因為它會促進 它的高濃度 會促進種子的 修眠 所以 又把它叫做修眠素 所以 那個有些植物有沒有 就是 那個秋冬會掉葉子 然後等到隔年的時候 那個牙 撐過的冬天 然後到隔年春天的時候 那個牙開始長 你看那個櫻花 桃花 都是以這種類型 對不對 那種牙我們通常 就把它叫東牙 或者叫修眠牙 然後後來發現 這些牙的修眠的原因 就是因為 泥層素 所以 泥層素又被稱為 修眠素 這樣就很貼切 直接指明它的功能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那個氣孔的問題 因為 氣孔會關閉 常常是植物 比如說幾個常見的 像牆風 或者是高溫 像粉風 風又強 溫度又變高 這種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那個乾旱的環境 條件出現的時候 通常這種 環境不適於植物生長的過程當中 植物的優先的反應 就是 趕快分泌泥層素 然後利用泥層素 刺激保衛細胞 然後開始脫水 把氣孔關閉 先把水分保留 剩下的 再慢慢做 不是只有做這件事情 因為還有其他要因應那個 溫度過高 或溫度太低的問題 好 所以這種環境呢 這種不利於植物生存的環境 通常我們把它叫逆境 所以在逆境的時候呢 這個里程數 常常都會出現 就是分泌量增加 然後呢 來啟動植物的生理的調節 所以後來他們也把這個技術 叫做逆境技術 所以這個功能也很貼切 就直接提到 因為我們後面還會講到逆境的問題 所以逆境發生的過程當中 那個ABA基本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因子 所以光這兩個 休眠素 然後跟逆境技術 這兩個已經可以涵蓋它大部分的功能了 其他都是虛數上面的細節的問題而已 好 所以你看喔 那個休眠不生長 對不對 不是 生長素 生長素 那個促進生長 這件事情 所以 離生素對生長素 有結抗重要 看到嗎 那就種子發芽 我們前面不是有提到 極背素不是會促進單直接種子的發芽 那個 離素呢 會抑制種子的發芽 所以 離素跟極背素 又是有結抗重要 這樣可以理解喔 所以你看喔 基素這個地方結抗的例子是很多 這真的一列下來 連人體內的列下來的話 那裡有幾十個答案 那就隨便湊幾個 三個五個出來 就可以弄出很多的多選題 所以解抗作用這個題目的答案永遠不缺 因為植物那邊有例子 人的內分泌系統也有例子 神經系統那個地方 自律神經交感跟副交感的例子 就一大堆 所以這邊其實蠻好出景的 OK 解決了 一個段落 有沒有問題 下禮拜有多少人不在 看一下 下禮拜不在了 沒有嗎 但我要補一唱歌 這麼少 還有別想像中 還一個很多 那 七八都不行 那第七點 七八都有 只是欠着就 他觉得我住在找时间 努力一下看看 好,所以接下来要看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185页 好,植物对于特定的刺激所产生的反应 以前传统的观点把它分成两种 185页下面提到两个名词 一个是相性 第二个是情性 相性里面呢 两个比较常讨论的刺激因素 一个是光 然后另外一个是重力 所以光的部分的话 像那个相光性这个部分 它就是一种所谓的相性的变化 那我们之前有提到 相性一般正常来讲 都是一个生长的改变 比如说你现在给它测光源 然后植物后来长出去的部分 开始往光的方向去调整 那个生长的角度 所以就是相光性 那像金的话 你看那个下面 金基本上一般来讲 有两个相性可以讨论 光的部分的话是讨论相光性 重力的部分呢 重力的部分的话 可以讨论那个负相地性 你可以把它刮号一下 也有直接把它叫背地性 这你把植物体 那个幼苗整个遮光 然后把那个幼苗横个摆 就算没有光的刺激 它一样 金的发展还是往上涨 那个负相地性 或者叫做背地性 所以这是重力的影响 那根的话呢 我们比较常讨论到的是根的相地性 根的相地性是重力的问题 那还有一种 有人有提到过 那个根好像喜欢往潮湿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有一个人把这个叫相吃性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没有特别去看的 就是那个相触性 相触性一般认为是 那个金在发展的时候 它碰到某一个物体 那它好像比较习惯贴着这个物体生长 然后曼藤类的植物 当然就很明显 那如果不是曼藤的金 那很有可能就是它的卷曲叶 所以这些所谓的相性的共通性就是 它是由生长基础去负责调节的 第二它是生长的变化 所以当这个刺激发生的当下 你不一定马上看 不对 但是必定不能马上看到结果 你要等 24小时之后 48小时之后 它后来再长出去的部分 你才慢慢的可以看到这个变化在 就是反应的发生不是立体的 所以以往的话 会把像这种 马上才 马上就会发生的 你会碰到寒修草的叶子 然后你马上就看到它的小叶片会毙的 所以就把这种的叫做轻性 就是那个文字下面写的那个轻性 所以这个部分就可以去讨论运动 因为一般我们拿那个动物的运动的观点来看的话 运动是什么 你的肢体角度发生改变 你的位置移动的 这是一般我们在动物定义 那个动物行为 或者动物运动的过程当中 常用的一个说词 就是肢体上的发生改变 然后或者是位置发生改变 也是叫运动 那植物当然很难展现那个什么 位置发生改变 对不对 那肢体上面发生改变 这个风吹来当然不算 因为是被动的 所以勉勉强强像这种的话 你碰它的那个小叶 那小叶片会闭合 然后叶柄会下垂 诶 这样应该可以算了吧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时间又短 这么短的时间应该没有生长的变化问题 所以以前就把这个叫轻性 所以轻性基本上就是用来讨论植物的运动用 你看 然后后来再扩大去分析之后发现 植物的这些 还可以算得上是运动的现象 事实上几乎都是水分平衡的问题 它是利用烹鸭的改变 然后来展现在那个 比如说小叶片壁盒等等 这样一个特征 那以前的分法很单纯 相近就相近 轻性就是轻性 轻性就是谈运动这样子 结果那个 就是我们的这本 等一下 不小心去看到了 那这它搞怪就是 就写了一个 就是说 它只要是符合那样什么 接受刺激产生反应那种 然后都可以称为 是属于那个运动 所以它把相性是归为运动 可以理解这个 唯一的地方吗 只是 我明天还是后天 才看得到结果 就是 就是 到底就有人巴你一下 然后你后天才觉得 我好痛 这不是很奇怪 你可以理解 那种 所以 这个是课本里面 因为其他版本 就是 大家在这个地方的见解都不同了 所以将来会不会 因为这样子造成 那个答案的冲突 不知道 现象就在这边 可是人的归纳方式有问题 这样子 就是大家的见解不同 所以这边就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回来谈这个 所以别看这个部分不谈的话 我们就很单纯来看的话 植物会有这种 那个构造上 立即性 或者比较短时间 就可以发生的 通常是利用棚压 所以 寒修场你去碰触它的时候 首先要谈寒修场的一片叶子 这张是一片叶子 那这角度看不到 这角度看不到 叶柄在这里 所以这是它的金 这样 OK好 那为什么这张是一片叶子 因为 如果你把上面的一小片一小片的 当作叶子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你把叶子 把这样一小片当作叶子 那表示这个是金 因为叶子长在金上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金 那它一定有一个可能性 可以长芽 对不对 金上面不是有结 结要么可以长新的叶子 要么可以长芽 对不对 所以 你去看这四条 没有一条可以再发出新的芽 你看 好 所以再往前追 这个不太像 对不对 再往前追 这根固定的地方在这里 诶 这个地方这里下面就有看得到 这根其实有个小的芽 你看 所以原来 这个是叶子 这才是真正的叶柄 所以叶柄固定的地方 那一个才是真正的金 你看 所以这个是羽状叶的特色 但它的羽状比较特别一点 像我们那个凤凰木 这次也是很惨的 吹的也是很 你看 断了不少的 它那个也是羽状叶 可是它羽状叶是 一回两回 然后才羽状 它是那个四出 就是叶柄上来之后 分成四条细路线 然后分别是形成羽毛状这样子 好 然后所以现在问题是 你去碰寒修草的时候 应该很明显 第一个 这个地方叫小叶 小叶的地方呢 会闭合 这是闭合起来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反应的部位 在那里叶柄的肌部 这个地方会垂下来 所以它本来是挺高的 然后后来就垂下来 然后小叶会闭合 OK 为什么做这样的动作 这很有可能其实是 为了避免草食性动物 去破坏植物体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想像那个草食性动物 然后那个 比如说牛 然后嘴唇很厚 然后不小心碰到 然后呢 它就缩下去 缩下去之后 就像牛吃到了 但基本上 那个损伤的比例 也可以大幅降低 大概大约是这样子 很合理 现在问题是怎么做到 所以 寒修草算是反应很快的 就是它碰到这种 直接性的 机械刺激的时候 好 在小叶的基部 这个地方 就是靠近这条线 靠近这条线 这个附近呢 那这边呢 有一个 有比较丰富的 薄壁组织的区域 我们把它叫做叶枕 好 所以当 那个平常 那个叶子要展开的时候呢 那个叶枕 靠内侧这边的薄壁细胞 就努力把水吸得饱饱的 那吸饱之后呢 它的支撑力就变强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吸饱水分 小叶就被撑开 因为叶枕内侧这个地方的薄壁组织 拥有 比较好的蓬压 那所以支撑力好 所以叶片呢 就被撑开 那 当你去碰它的时候呢 它可以短时间之内 让水分快速流失 所以 叶枕内侧这个地方的薄壁细胞呢 因为水分流失 蓬压降低 所以支撑力变差 支撑力变差 你看这个速度很快 应该都玩过嘛 对 所以碰到的时候很快就闭合 你可以想像那个 回到气泡本身来讲的话 那水分流失速度 已经是很快的 但就这个地方 基本上 可以 靈活的调节 水分的进出 然后来影响 那个小叶的展开的角度 所以平常的时候是展开 碰到的时候 趕快闭合 这样的话 可以让那个目标 比较不明显 好 可是这个是小叶这边 如果你去看叶柄这边的话 叶柄这边 它后来是往下垂下来嘛 结果我们发现 这边没有图 但是我们很一样用这个来讲 它是颠倒过来 假设这是叶柄的话 叶柄的肌部也有叶柄 那叶柄为什么会垂下来 我们发现是 那个叶柄下方的叶柄细胞 但是下方的叶柄细胞 在碰触 接受到刺激之后 叶柄下方的 薄壁组织快速脱水 所以本来 叶柄下面的薄壁组织 如果细胞水分 蓬压增加的时候 它就把它撑起来 叶柄就被撑起来 所以下方的细胞 快速脱水之后 它蓬压下降 支撑力变差 所以叶柄就垂下来 那这个动作一样很快 如果你玩过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刺激是够明显的话 是小叶跟叶柄是同时反应的 所以这个应该很熟悉 但是是解释上你要留意一下 所以下课时间 你可以形成一下这个 这是跳舞场 那个花博曾经有展示过这个 这个植物就是这样子 你就站在它面前 然后就是它 鼓掌鼓掌 然后它就 这个是叶片 然后旁边有小叶 所以它那个小叶柄一直转 一转一转 没那么快 它那个是间隔摄影 所以它们就转一圈 这样子 就这样 你自己帮它欣赏 它是一转的 然后它都完 tet 这个 谢谢 那这个 身边摇跑